大家好 我是Jacky 今天要開的就是Podtoy的第五彈 就是蘇聯超人 我沒有買豪華版 因為我不太喜歡另一個阿伯 只是買了這個超人版 根本就是在版蘇聯的超人 有一個搞笑的笑樣子 一個認真樣子 其實配件我在另一條影片已經介紹了 挺有驚喜的 例如這些是金屬 共產黨的Logo 這個帽子也不是膠 是金屬 挺有份量的 還有兩件袍 比你有全部是鐵線的 挺好的 窗的質感也挺好的 膠也挺好的 這個也是金屬的 手型就OK 一般 足夠 又不算太多 但是我今次覺得 身體的質素呢 之前身體在第一彈 常常說是Portoi Body不可以 其實是在第二彈之後 已經改善了 我覺得已經進步了很多 沒有第一彈的 因為我沒有買第一彈 但我網上有看 第一彈的人 爛 斷 軟 很差 這樣的狀態 但是看到一個Body 都是很習慣 正常的感覺 但是這次這個位置 它沒有做摺地 但是很奇怪 如果你說這個Body 我不是做什麼 這裡想貼 這樣 雙手分了 雙腳這個位 分了件 但是這樣的 我覺得很精怪 這樣 可動呢 就是要比件衣服限制了一點 但是也高 雙關節的 這樣的 價格 我覺得是 好像加了一點 之前是四百多元 現在是去到五百 那 敗就這個系列 冰人搞笑 就每一不同 像真 有些位是Q版了很多的設計 而且它真的推出得很快 因為它之前上一彈 都已經推出 這個德軍系列 已經出現了 即是元首和另外三個士兵 都已經出現了 那現在這麼快 就已經在做俄羅斯系列 而且它的配件是多 如果逐個逐個配件的介紹 你可以看回我另一條片 它就會有詳細介紹它的配件 還有它有一個背包 然後多的配件 還有質感的膠 還挺漂亮 個人覺得是的 不過我覺得對比 MASCO也有出 真真正正的出這個 蘇聯超人來說 因為我嘗試想換過頭 但是發覺我懶得拆 因為這個位是連頸 因為它有這些連頸 不是只有頭的 這樣 這個頭也好像大一點 但是以蘇聯超人來說 他竟然沒有弄到這支旗 MASCO也有這支旗 即是蘇聯的旗 他竟然沒有弄到 我覺得 就 有少少略嫌 或遺憾 但是它的配件 真的 挺漂亮的 但我覺得是 這次的身體 感覺上 就有少少雞 即是質感 特別差 還有這個位置有少少夾 我知道 它想有個可動 有少少雞 你又沒有做摺地 那也是奇怪的 這個設計 是這樣的 但是基本上 這隻東西 做得都不錯 蘇聯的超人士兵 這樣的 好 就來到這裡 我們就下次再見 如果詳細要看 介紹它的配件 或者裝填 就請看我另一條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